中国人学日语到底有多简单 千万不要滑走 就问一句 你想学好日语吗 如果想学的话 可以停住你的小手指 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啊 百分百是你看到过的 最简单最好学的日语教程了 记得点赞收藏哦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正式开始吧 那我们中国人学日语 还有什么别的一个优势呢 那其实日语中呢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日语很多词汇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 对不对 那其实日语当中 有很多单词的发音 也是模仿我们中文去读的 这个读法呢 一般在日语当中 是称之为英读 对不对 英读 但它肯定不是 不是印读啊 不是印读 是英读 是不是 根据英来读的 对不对 我们来读一下 是不是 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张图上所表达的一个 是不是 那这个上面这个罗马音 对不对 我们可以 我们虽然不认识下面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虽然不认识下面这些 鬼话符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一个国际音标 老师开始也说了 这是一个国际音标 我们可以跟着国际音标 来认识它 是不是 来 那我们来读一下 流理 流理 那流理 是什么意思呢 流理 是什么意思呢 来跟着老师打一下 有绿经版的同学 有绿经版的同学 一起打一下 一起打一下 对不对 老师开始也说了 如果说是没有绿经版的同学 可以下课以后 撕掉一下老师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流理 空格 这打出来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料理 是不是 那料理在我们中文里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料理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一个菜的意思 对不对 料理 对不对 料理是不是感觉好像发音上好像也很相似 是不是 那这其实就是音读的一个好处了 是不是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 是不是 那料理 料理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很像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这第二个怎么读啊 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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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打出来了 那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太油 是什么意思 今日の太油 眩しいな 对不对 太油 あなたは私の太油です 对不对 你是我的太阳 对不对 太阳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太阳的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和我们中文的一个发音确实是很像啊 是不是 也很简单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是不是 我们来读一下 天气 天气 大家觉得这个像我们中文中的什么啊 打一下 天气 对不对 你看 看到这下面这个字了吗 看到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中文中的天气啊 是不是我们中文中的天气 你看天气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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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很像很像啊 有没有感觉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这个是什么呢 跟着老师哦 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这个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跟着读一下 散步 散步 lanes 来我们一起打出来 散步 那打出来是什么字啊 看到没有 那这是什么字啊 散步 是不是散布啊 散步ーン sheets are 有没有感觉不错 听起来很像我们这个散步的一个发音呢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是不是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些单词里面 是不是 其实在日语当中啊 有很多这种啊 很相似的一个单词 是不是 而且像老师刚刚说的这两个单词 天气散步 是不是 天气がいいから散步しましょう 可以翻译成 天气很好 我们去散步吧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了 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见啦 またね